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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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道的人应该没有没有什么大莲花的没有莲花的 哦 好的 他在天道的人他只是个天人呀 应该说他头上会有个小光环的很小的 在天上的人头上都有个小光环 这个光环慢慢慢慢的卸了没了他就没了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再问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同搜的房子之前是用来出租的 现在想自己住 用其中的一间设佛台 这个房间之前的房客住过 虽然不是厨房 但房客平时在这间房子用煤气瓶做饭 等于这间房子又做饭又住人 房客是吃荤的 他想问现在这间房间可以用来设佛台吗 傻姑娘 很简单的 房间油漆一下不就得了 哦 油漆一下就重新装修一下 用不着装修 就是油漆一下不就 哦 油漆一下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再问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同搜早上正在上香念经的时候 女儿睡醒就跑过来一起跪着 一会儿女儿就大便了 然后同搜马上就吸了油灯把女儿到处去洗 这样会不会对菩萨不尊敬 现实 现实的 对现实中的 她女儿因为不到两岁不懂事情 那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哦 那李佛要念吗 嗯 用不着 她有话爱就念一遍 没事 哦 好 感恩师傅开始 哦 再问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呃 同搜 就是她想问 刚刚流产不到一个月的师兄 可能是自然流产不是打胎 像这样的同搜可不可以 帮助社会台带领上香 嗯 帮助她流产了是不是了 嗯 嗯 有个同搜她流产不到一个月 嗯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哦 好的 她是有一打胎就不好 如果她是自然的就好一点 好的 好 感恩师傅开始 呃 还有一个问题是 同搜是职业按摩师 有时候客人在做按摩的时候 会谈到修行佛法之类的话题 但是客人在做按摩的时候 上半身是脱光衣服的情况 是不是不应该提及 否则下货的信号 有时候客人说了 她就不能不回答 回答的时候她 最好不要回答 嗯 嗯 绝对不尊重 不尊重 因为不是太好的 不礼貌的 那她就是 她就不能不回答别人 因为她说不回答别人也不行 那么她应该怎么跟客人说呢 讲的简单一点啊 嗯 哦 两三句话不就得了 嗯 人家说啊 你们学过怎么怎么 你说很好啊 对不对 念经啊 好了 好的 不要去解释了呀 不要去讲太多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呃 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你就是吃全素 但是还没有戒烟的师兄 可以去帮助子他师兄社会台吗 帮助可以 帮助可以 不要让他做 做主要的 主要的人就可以了 好吧 哦 因为嘴巴你臭啊 那我 嘴巴很臭 嗯 那么如果他受佛台的过程中 可以帮忙贴山水画或者搭运佛具吗 这都可以的 没问题 哦 这可以 好的 呃 感恩师傅开始 呃 还有一个梦境 就是同修梦到两个字 一个是囚犯的囚 一个是困 就是困难的困 今年中说把人 匡住就是囚 把木匡住就是困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还听不懂啊 对不对 你家里如果住的板房 你看看哪里个住板房的人会有钱的啦 哦 你想想看 过去人家说周围围一个栏 围栏的话 我们羊群 羊群的栏杆咯 困在里边了呀 对不对呀 所以人家过去说 当中是个木 也就是说你家里是个板房 周围再弄个栏杆围起来 你说说看这种人家里会有钱不大 整天困难的呀 哦 哦 就是这样的房子风水不好 哎 不好呀 像风水的呀 哦 哦 那他弄到这个字就说明他是不是有困难啊 应该是的 哎 应该有困难 哦 好的 哦 感恩师傅 呃 下一个问题是现实中的问题 别人给了同修一个铁架博台 同修放了有一年多也没有用 呃 也没有想用的意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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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见 听不见 重新讲 听不见 等等等等讲再过一两秒钟 他今天这个讯号不好 嗯 嗯 还不大好 还不大好 再讲讲看 呃 现在太远了 好了好了 啊 对不起师傅 呃 别人给了同修一个铁架佛台 同修放了有一年多也没有用 也没有想用的意思 现在大家都是用木质材料做佛台 他想问是否可以随缘处理这个铁架子的佛台 要念礼佛大唱会了吗 不要 扔掉就好 扔掉就好了 不要了 扔掉就好 好了 感受不开事 呃 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梦见编头发 全部都编到编到了左边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他是男的女的很重要 哦 他没有说 他如果是男的嘛 编到左边就好呀 如果是女的嘛编到左边就不好呀 应该男做女的呀 这还不懂啊 等等等等 听不见了 等听不见了 连网我不好 哎 好了 讲吧 哦 嗯 从手想问物流行业是接天上还是地下的气场呢 因为用处中有的是飞机有的是汽车 所以他想问这个是和哪个有关系 都有关系呀 这还不懂啊 哦 你又有汽车又有飞机嘛 又有火车又有汽车们 当然是接天气接地气呀 物流嘛 物流嘛肯定 哦 物流只要你这个人的属性配上的话 你肯定赚钱的呀 哦 好的好的 肯定赚钱 肯定赚钱 嗯 哦 梦到油灯里都是大米 哦 一般说油灯里梦见大米 我们说还是比较好的 啊 五谷风灯啊 哦 啊 这个灯里面有鼓啊 米啊 叫五谷风灯 听得懂吗 啊 五谷风灯啊 是个好梦 哦 感恩舒服慈悲开始 哦 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同修许愿念一半变的姐姐就化解于某人的冤结 读完后一个月就听说对方得肺癌了 他就想问是对方给他悲虐了吗 劝他的人得肺癌啊 呃 是是同修许愿念一半变的姐姐就化解和以色列的冤结 结果念完之后 就是念了一个月后就听说对方得肺癌了 他就想问是不是对方给他悲虐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谁去渡谁的啦 就是两个人有冤结 同修就帮对方念姐姐就 然后对方得肺癌了 哦 帮对方是吧 那对方如果不给他有冤结的就自己抱自己的 抱在自己身上的呀 哦 哦好的 那如果念一万变姐姐就自己也会给对方悲虐吗 要看这个对方是谁的呀 你愿意帮他悲虐就悲虐 你不不愿意他也上不来了呀 哦 好的 感恩师傅子没看事 师傅很累呀 有一点 哦 对不起 嗯 现在能听清楚吗 听清楚 听清楚了 哦 哦好 我再问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就是 就是同修长问初一十五 如果烧一张十二遍的礼佛大创悔文的自修经文 这个十二遍可以封开求吗 比如六遍忏悔沙叶六遍忏悔口叶等等 可以的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啊 下一个问题是 同修要在厨房里挂钟表 他想问哪个方位比较合适 哪个方位不能挂 在房间里是吧 房间里啊 在厨房 就烧饭的地方 厨房 啊 烧饭嘛 离兆头远一点就好 哦 离兆头远一点 感恩师傅今天开始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同修家里要换煤气管道 是要把厨房的吊柜拆下来 不着动 把旧的管道取消来换上新的 请问这是算动土吗 这不算 哦 哦 那就不需要念小房子吧 对 哦 感恩师傅开始 嗯 然后同修有个梦定 就是梦到有一个声音说 身份证 一共说了三声 现实中正在给打胎的孩子 念小房子 请师傅解梦 呃 现实当中帮孩子在弄什么 嗯 在帮打胎的孩子 念小房子 听不到 等等等等 嗯 嗯 师傅太太好了吗 嗯 嗯 就是同修梦到有一个声音说 身份证 一共说了说了三声 现实中正在超度打胎的孩子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它就是 帮人家管住道场呀 管住佛有的心 身心健康呀 哦 哦 就像你 那和打胎的孩子 没关系吗 你要肯定有什么不努力 不禄法的事情 你作为菩萨 你也会去劝导他们的呀 哦 好 那和就是打胎的孩子 念小房子有没有关系 没有啊 没有关系吗 哦 感恩师傅 因为我今天信号不太好 我就我就问到这里 感恩师傅直接开始 呃 请师傅保重身体 啊 谢谢 嗯 感恩师傅 嗯 师傅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哦 喂师傅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留点力气好吧 哦 给师傅请安 然后请师傅在 师傅在梦里给了同学五个字 一念记如如来 请师傅慈悲开始 什么写的 一是 一念 一个念头的一念 啊 然后记是立即的记 入是出入的入 然后如来 啊 一念什么 一念记如如来 啊 一个念头 如果你一个善念 一个佛念 你马上就是变成如来了 这还不懂啊 就是一念善进入如来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感恩师傅 就是叫你们管住念头啊 念头不能出边差啊 明白了吗 嗯 好的感恩师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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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同学他做梦 梦到那个 同学梦到那个自己在田地里挖出了芹菜 已经成熟的那个芹菜 嗯 另一位师兄呢 在比他矮的下面在田地里种菜 嗯 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挖出来嘛 受到果实呀 种菜嘛 正在种荫呀 那他梦到另外一位师兄在比他那个矮的下面在田地里面种菜 就是 心情的劳动啊 耕作呀 就是很多人在耕作呀 现在很简单 有些人 已经享受果报了 有些人们在 还在心情的耕耘呀 听不懂啊 嗯 好的感恩师傅 有个同修他想问 现在有很多的案例 就是亡人被同修超度到天上之后 因为家里人不信做法事 烧纸钱 或者经常在家里呼唤这个亡人 对 而导致天上的亡人掉下来 嗯 请问师傅 有没有办法祈求菩萨或者怎样 让亡人可以不受到阳间的阳人干扰 而掉下来 很难的 这个因为他的已经种到他的八十田中了呀 所以 你比方说 一个人保重你送大学和你自己考上大学的你说概念一样吧 嗯 听得懂吗 嗯 他是跟根基有关系啊 对 你根基好的话你可以造大楼啊 根基不好你造不成大楼的呀 嗯 就是根基好的人的话 他如果是家里不信的人再怎么搞也没有用 搞不下来的 搞不下来的 嗯 你想比方说一个法师 对不对啊 一个法师他能够到了天上之后你说家里再怎么搞搞得下来吧 因为他早就脱离了小家了呀 嗯 所以他不会受他的影响的呀 嗯 比如说修心灵法门的人过世到了天上 如果家里人乱来的话 如果定力足够的话 并不会受影响是吗 其实这个问题你自己现在就可以回答 你现在受人家影响多大 你以后到天上也会受人家影响多大 嗯 听得懂吗 你比方说你现在啊 你在修心灵法门的时候 比方说有人搞你啊弄你啊 你不受他的影响 上面你已经有定力了 对不对 嗯 啊 如果你要是今天啊 在人间都这么没有定力 你说你以后到了天上有定力啊 他他相辅相成的呀 明白了吗 嗯 请问师傅有个同修想问 想得通有两种 一种是遇到挫折困难 能够深信因果 明白一切都是因缘所致 用宇宙人生的因果道理 让自己想通想明白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遇到不合常理的事情 不去想他把自己空掉 境界就没了 第二种就是说 这个事情我虽然想不出来是为什么 但是我不去思考他 让他不存在 像这两种方式的话 哪一种才是究竟圆满的呢 这两种方式 当然是知道了再改 那就是完全是消了 听得懂吗 要知道了改 改变才好 好吧 好的干什么 哎 如果你知道了不改 就不行了 嗯 好吧 嗯 嗯 嗯 第二个问题 中国讲的五行有相生相克 十二生肖的属相也有相生相克 但是像师父却可以和什么样的人都合得来 武时候有句话叫做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是否武运非常少的人就可以包容一切众生 你什么人都合得来 对啊 这个讲的很对啊 哈哈 跳出三界了 你想想看了 嗯 你不在三界当中啊 你比方说我们经常讲了 这个是跟你没惯的 你很容易 大家都跟你好啊 你一介入某一件事情 他就看见你就逃了呀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看跳出三界 对不对啊 那三界是什么 三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呀 啊 你不管怎么样啊 天上讲的叫欲界色界无色界啊 三界啊 嗯 但是因为从下面来讲 有的人又把三界啊 指为啊 这个这个好像是哎呀 我们人间啦 地府啦 天上了 实际上并不是三界 从这个佛法上讲的三界就是啊 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呀 嗯 听了懂不了 嗯 也就是说叫你要跳出三界 不在五行中你就完全脱离了 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生死了呀 嗯 因为你在天上你还会有生死呀 嗯 明白吗 五行啊 五行中嘛就是就是说人家说 阴阳五行啊 也就是说你是说已经是神仙了呀 嗯 那请问师傅如何能够脱离五行之外呢 脱离五行就是你对人间的东西不要去要证悟呀 就是说完全要空心要放下呀 嗯 你说你感情放得下不啦 你钱放得下不啦 啊 对不对啊 嗯 你想想看了 你这个什么都放不下 这个也不开心 那句话也不开心 那个事情也不开心 天天忧愁 对不对啊 自己 脸上长个疙瘩 你都难受了半天 那你说你怎么跳出三界啊 茶姑娘 嗯 对不对啊 嗯 要跳界了就完全就已经根本无所谓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是让他去好了 人家骂你去骂好了 我自己好好做人们就好了啊 对不对啊 嗯 有毛病改喽 那这种人不叫跳出啦 嗯 啊 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 那个在那个佛子天地游里面有那个毒蛇地狱和那个铁牛地狱 嗯 还有那个地狱里那种咬人的虫子 那想请问师傅这些动物是幻化出来的还是有真实的灵体存在 你说你说在西游记里面的啊 不是就是在那个佛子天地游里面有讲到毒蛇地狱和铁牛地狱 那这个这个我问你做梦是幻化还是真实的啊 嗯幻化的啊 幻化的呀 所有的一切这个世界啊 它都是幻化出来的呀 你说人也是在幻化当中啊 你看了有实体的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呀 嗯 只是这个实体时间长一点呀 那你看看你在地狱里面你受苦的时候你是不是受苦了真的受苦的呀 但是受完苦他又活了呀 但是他受苦的时候那种感受也是真的呀 那我们在人间小时候受苦不是感受也是真的吗 那你为什么现在就没了啦 嗯 对不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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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师傅 之前那个就也是佛子天地游中有邪道众生附在学佛人身上 读取他过去作恶的记忆控制他的梦境 在梦中制造那个呃 制造作恶的场景 想请问师傅 灵性可以读取一个人最多几十天中的记忆 灵性一般的就是骚扰你七十天中呀 嗯 嗯 他能怎么样啊 他又夺不了你这个这个阿摩罗士的了 就是第九意识佛性他怎么夺得走的了 嗯 他可以骚扰到你第八意识呀 嗯 你只要有意识存在他都能骚扰的呀 嗯 听得懂吗 就是这个人从来不想的 那他当然就是没有思维啦 人家也不能在那里如何啦 你只要有思维想了他就能进路呀 对 明白了吗 嗯明白 请问师傅 那个灵性给人制造那个噩梦是基于这个人已有的记忆和恶习吗 是啊 你比方说你已有的恶习和记忆当中已经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了 对不对呀 那么再加上你现在的呢 再加上你啊 过去的根基当中的呢 你前世的烙印呢 那一切的一切聚集在一起 他就是一个大染缸啊 所以他只要随随便便 要报复你的话 他只要在梦中 稍微弄一下 你就噩梦连连了 醒都醒不过来了 嗯 明白了吗 那请问师傅如何防止被读取记忆呢 有没有防止被读取记忆就是 心中要正能量充满呀 把菩萨放在常住在心中呀 嗯 多念经啦 多磕头啦 多烧香啦 多放生啊 全部都是正能量的记忆在心中啊 你哪会有负能量的呢 就是因为平时心中经常有贪嗔痴慢疑呀 所以你就不容易有正能量的存在 听得懂吗 嗯 好感谢师傅还有一个同修的问题 师傅上次说灵性参加法会必须由洋人做媒介 请问如果某个灵性虽然跟洋人有缘 但是这个洋人没求菩萨 是否这个灵性也是没有资格听法会 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的 如果你家里的人在学博 你家里的人过世了 他现在知道要想解脱 他就借着你家里人的关系 他就可以来听法会啊 你一般孤魂野鬼你到不了法会的呀 你没这个福气啊 像洋人他可否提前向菩萨祈求 说希望自己家里某某过世的亡人 能够得到法会的加持 是啊 这样求了之后 是否家里的亡人就有资格参加法会了 从道理上来讲 如果只要自己努力的话 就各方面能够比较圆满的话 明白吗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请问师傅 法会期间可否在法会现场 举着亡人的照片求菩萨加持 可以的 可以的 好的 好的师傅 还有一个同修 许然这两天不做浪费时间的事情 晚上就梦到护法神在记录这个同修的时间 比方说几点到几点做什么做什么 浪费了五分钟 几点几点在聊天什么的 记得非常详细 请问师傅这是真的吗 在梦中是吧 对 你看看看好了 你上次你 你前天你不知道你听了没听 有一个地址邮寄 那边讲了你们在人间做过多少坏事 全部记录的 有一个男的 曾经做过这种伤害女孩子的事情 有1400次的这种不好的行为 你看看全部把你一次都不漏的全部记录 嗯 你看看怎么不下地狱啊 嗯 你们每个人都想想你们的过去 做过多少坏事 多少次 你以为菩萨都不知道啊 菩萨如果不记录的话 我问你们一句话 他怎么样来惩罚你们啊 就像一个警察一样 他不查到你的罪行 他怎么样来抓人啊 听懂了吗 嗯 听懂了 嗯 嗯 好的 看师傅 很厉害的 师傅没有 嗯 没有问题了 请师傅帮我开始两句吧 开始两句吧 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啊 有的时候自己的 心中要充满着正能量 情绪啊各方面就会好 嗯 对不对啊 你情绪经常不好 那感觉上经常不舒服 那就是 自己本身还不够完整啊 你听得懂吧 嗯 就是自己本身的心 心态啊 各方面还不够好啊 嗯 好吧 好的 嗯 不要从人家身上来找缺点 经常从自己身上找缺点 好的 好吗 嗯 好的干师傅 嗯好 好的再见师傅 嗯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的 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 还没什么 这个 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